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0050、0056以及00692這三檔ETF的差別 讓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這三檔ETF之中哪一檔最適合你喔 哈囉我是雪妮 今天想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熱門ETF大評比 自從盤終點股交易開放之後 我相信應該很多小資主都有嘗試利用這個方式來購買股票 那今天就要簡單來跟你們評比幾個比較常見的ETF 如果你們興趣的話呢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如果說你想要接收更多有關信用卡或是理財的資訊的話 要記得先按下訂閱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設定全部提醒 這樣子有最新的影片在第一時間就會馬上通知你喔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ETF除了0050以及0056這兩個比較廣為人資的ETF之外呢 還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討論度非常之高 也就是00692就是富邦公司治理 那我先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三則ETF的差別 首先呢在於0050的部分 0050所追蹤的指數呢就是台灣50的指數 也就是台灣前50大的公司 所以呢如果說你今天購買了一張0050也就等同於你今天擁有了50家公司的股票 0056所追蹤的指數呢是從台灣50以及台灣中型100裡面的挑選出30檔的公司 這30檔的挑選方式是利用預測或是評估未來一年的現金殖利率 接著呢有殖利率的排名從高到低前30名呢組成了這檔ETF 接下來就是00692也就是富邦公司治理100啦 00692說白一點就是追蹤台灣公司治理100的指數 透過流通信或者是財務指標 像是美股淨利或者是稅後淨利 甚至是營業成長率這幾個指標篩選 最後呢挑選出100家公司納入成份股當中 也就是說你購買了一檔ETF就等同於購買了100家公司的股票 今天拍攝日期呢是11月17號 我先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股價到底為何吧 首先呢在於00692也就是富邦公司治理100呢 他今天的股價呢是28.3塊 接著是0056也就是元大高股息他今天的股價呢是28.81 那最後一個呢也就是我們的0050台灣50的部分 他今天的股價是113.6塊 其實從這個股價裡面就可以發現0050啊 比起0056或者是00692的股價高出許多 在購買ETF的時候除了股價是一個考量的點之外呢 其實內扣費用也是一個你需要考慮到的交易成本 首先在於00692的部分呢他的經理費是0.15% 接下來0056的部分他的經理費呢是0.3% 而0050呢則是0.32% 而這三檔ETF的保管費呢都是一樣都是0.035%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在利用零股交易挑選ETF的時候 除了手續費之外內扣費用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易成本考量 接著要來跟大家分享是大家最關心的殖利率啦 00692去年的殖利率呢是3.66% 而0056呢則是6.7% 在於0050呢部分呢他去年殖利率呢來到了3.61% 那我這邊簡單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殖利率的計算方式 殖利率的計算方式就是透過你的現金股利直接除以你的股價 就會獲得你去年的殖利率 當然你今天在購買股票的時候除了配息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外呢 其實呢股價以及績效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的因素 我這邊就先簡單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三檔ETF他們表現的績效到底為何吧 那因為00692他的成績時間比較短只有三年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三年的績效來進行評比 以下要跟你們分享的績效是包含配息的總報酬表現 首先是在於00692的部分 他三年的績效是34.94% 接下來是在0050的部分 他的績效則是34.8% 最後是0056的部分 他三年以來的績效是29.94% 這些績效的資料來源都可以透過頭顧頭信的工會去查詢哦 那我真的必須老實說其實00692的績效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因為他是比0050還要高一點點 而且呢他比0056整整高出了5%那麼的多 雖然說不得不承認0056他的配息金額是比較高一點 但是如果說你把績效都納入考量 配息最高的表現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說總體績效沒有往上升的話 不見得會是一個最好最好的考量哦 如果說你們對以上的資料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台灣指數的公司網站上面去查詢 他上面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歷史的績效 如果說你對於哪支股票的評比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上這個網站上面直接做評比 但是啊我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過往的績效並不代表未來的表現哦 最後呢我這邊簡單跟大家做一個統整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長期投資股票的話 績效、配息以及交易成本都納入考量的話 其實啊以CP值來說00692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他的股間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高 而且他的內扣費用也很低 再加上他的配息呢其實也算是還蠻不錯的 而且因為他的成分股額是有100家公司 所以相對來說也比較全面一點點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有一個高CP值的選擇的話 00692會是一個不錯的考量 如果說你今天是想要購買台積電 但是又覺得台積電的股價高不可判的話 或許你可以考慮看看00692 因為台積電啊在裡面的佔比就將近了4成 其實比例啊跟0050是差不多 但是他的股價相對來說又比較便宜一點 那當然在於0050以及0056這檔ETF上面啊 基本上我就不太需要再多說 因為每次看到報導一定都是說 A0050跟0056到底要選擇哪一檔ETF做投資 而大家一提到ETF呢也都是先想到這檔 但是呢希望透過這支影片之後啊 或許下一次啊你會有不一樣的選擇 就是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00692的部分啊 那當然最後的推薦也都是從我的評比裡面做出來的結論 這邊呢再跟大家提醒一次過往的績效 不代表未來的表現 他都只是一個參考值而已 但是啊有過往績效的ETF其實就跟股票一樣 他的股性啊是會比較好掌握 所以啊在投資的時候回測資料也是比較值得參考的 如果說你還有其他ETF你覺得還不錯 或者是想要評比的話呢也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幫你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每次上千的影片喔 想要關注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都歡迎Follow我Instagram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也可以叫會員觀看更多讀家資訊 還有微卜光魔法學訊力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噗 今天有時候我原本想說 還是直接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定期定額這三檔ETF的差別 但是我想說之前就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我定期定額0050及0056的差別 如果說只是再加一個00692進去 好像大家就覺得好像很普通 所以我想說這次就加了評比進去 讓大家可以更全面更了解 那當然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之後也可以把我定期定額的績效 直接公開給你們看 讓你們覺得說 定期定額哪一家股票 或是哪一檔ETF 其實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成效 我覺得這次大家可能比較想要實際看到 如果說你們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我今天的髮型比較不一樣 我今天有特地去找 設計師幫我做一下髮型 我今天有去拍封面照 就是我明年會出的新書的封面照 所以今天的髮型可能比較不一樣一點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特別 沒錯其實真的還蠻特別 所以如果說你們對於基礎理財 或是對於投資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期待我明年的新書 因為明年的新書 其實不是那麼硬生生的理財 而是透過我自己很多的故事 或者是荔枝的散文 來去帶領大家了解到 理財的世界其實也可以很簡單 這種感覺